21世纪是个被平靶的时代,我们被各种写视频所包围着,驻足远眺欣赏自然之美,科学防控近视,关爱眼睛从娃娃抓起,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研究报告,显示,中国视力异常患者达6亿,其中高中生和大学生近视率已超7成,小学生近视率接近40%,又而视力异常接近37.8%, 实力异常率是世界第一,目前日常用眼的不良习惯是成为眼睛疾病的最大隐形杀手,让我们一起养成良好的用眼的习惯 一,眼睛发痒时,很多人都会不自觉地用手揉眼睛,这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习惯,用手揉眼睛就等于把病菌带到眼睛里,导致眼睛感染发炎,所以首先消除用手揉眼睛的不良习惯 二,长时间佩戴隐形眼镜的人,患药膜溃疡量率,会增加时到15倍,建议不能长时间佩戴隐形眼镜 三,化眼线会让化妆品很容易进入眼睛里,导致感染,甚至是视力损伤,并粘时化妆品刺激眼睛也是保护眼睛的方法之一 四,婴幼儿态灯睡觉,是导致睡光异常的重大隐患,所以养成睡前关灯的习惯,是护眼的,一大宝泽,白河县富有保健院儿童保健科爱有护眼,我们百分百的努力只为唤醒全民护眼一时,眼睛是非常脆弱的器官,也是我们感觉这个世界非常好的防守,所以拥有健康的双眼,才能更好地感受大自然的魅力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